与老乡谈顿合作 他们有着旁人难以企及的默契 我们甚至还用湖南话 把这个作品唱了一遍 喝酒喝酒一酒 我是一只楼 从湖南一阳到北京 一路求学 他渴望更大的遗入天地 就像现在的话来说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是歌手也是军人 他用歌声祝福最可爱的人 我在给我们所有的 这些试点给你唱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亲兄弟 本期可凡倾听 带您走进歌唱家雷家 2019年5月26日晚 在指挥家雅尼克·涅杰瑟共带领下 费城交响乐团 携手中国歌唱家雷家 演绎了作曲家谭顿的新作 声乐协奏曲 敦煌壁画 九色鹿的故事 而一直致力推广 新国风音乐的雷家 也在演出中 再度实践了自己的音乐理念 今天的可凡倾听 就让我们走进这位 以歌声讲述中国故事的歌唱家 雷家你好 曹老师好 那天非常高兴 看到你跟费城交响乐团 合作谭顿的新作九色鹿 当时你们怎么去谈到这样一次 很有意义的合作 因为我跟谭顿老师是老乡 我们很早就认识 然后我就一直要约着要合作 在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的契机 然后跟费城有一个这样的合作 而且是用世界语言来讲 中国故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其实这个作品对于演唱者来说 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因为它其实是把人生 作为乐队当中的一个乐器来写 而且你要在这个短短的作品当中 承担不同角色的演绎 有九色鹿 有落水者国王旁白 各个角色之间的这种转换 也需要非常的灵动自如 要不着痕迹 你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谭顿老师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作曲家 然后他把这个作品给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作品 但同时也是一个难度特别大的作品 我想怎么样在十几分钟之内 要不停地 基本上我没有休息 全部都在唱 然后不停地用不同的音色 不同的角色心理 然后不同的表现方式 来表达不同的人物 最重要的一点 我在想要怎么样唱出 我们中国自己的这种声音特点 因为它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东方故事 但同时你又能跟大的乐队 跟它气势磅礴 很恢弘的这种交响性 能够融合在一起 最难的就是 你怎么样把自己作为一个多变的契乐 又是一个引导者 又能够充分地融入在这个乐队里面 这一点是很难的 我不知道外国的音乐家听了这个作品 或者你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 虽然他们听不懂你唱什么 但是他们对音乐的那种感觉 一定是非常敏锐 所以他们对这个作品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去美国费城交响乐团 跟他们一起排练 加上我们的指挥又是亚尼克 就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指挥家 他平时指挥歌剧很多 我排练完第一遍以后 所有的乐手和音乐家 还有指挥都是 哇 Bravo 然后再敲击情剑 然后跺脚 我就能够感受到他们对这个作品是非常喜爱的 对这样的一个东方故事能够听得进去 能够完完全全了解它 而且我感到比较惊讶的是亚尼克的 因为我们的谱子上面都有拼音注视 然后他的拼音读得非常的标准 他说好 我们从这儿再来一下 九色路 我说行啊 对对对 然后我就想我们的这种尝试是比较成功的 在首演完了以后 亚尼克还会跟我说 哇 我今天也好紧张 因为排练的时间确实是相对比较短 首演对于大家来说 对都是一个考验 你是怎么看待跟这个老乡啊 谭顿合作 我们经常说 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湖南人 就有鬼才 他经常跟我们讲这个 湖南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富有音乐性的地方 他的水声 他的风声 都是具有音乐性的 我觉得我应该是 非常能够理解谭顿老师的一个歌唱者 我们都是湖南人 也有一些相同的经历 就像他之前在金剧团啊 花果剧团都待过 就是他对湖南的这种民间音乐非常的了解 然后我呢 以前学习过花果系 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到爷爷奶奶 乡下的爷爷奶奶家去感受大自然 我觉得我就像山野吹来的风一样的 我就喜欢大自然的这种声音 就是而且喜欢在大自然里面唱歌 听到大自然里面的 我声音的这种回响 比如他写的这一次的这个作品 他说风吹过的时候 陆妹妹会回头看一下 然后大熊会告诉 我们甚至还用湖南话 把这个作品唱了一遍 真的啊 对对对 就一开始不是旁白吗 很久很久以前 我是一只鹿 用湖南话我们说来 喝酒喝酒已经 我死一只老 那个跟鱼音乐系 对对对 雷家出生于易阳 是土生土长的湖南人 雷家成长在一个爱好文艺的家庭里 从小耳濡目染 加上湘妹子天生的能歌善舞 年纪尚幼的她 如同一块朴玉 静静等待着未来大放异彩的机会 你记忆当中小时候 学会的第一首 这个名歌是什么 应该是我们家乡的吧 就是我会经常听爷爷奶奶 还有我妈妈 经常会用方言相音 给我讲故事啊 唱歌 每到正月的时候 我们那边 湖南人各个都会唱花鼓戏 就易阳的地花鼓 是特别的流行 然后我就会听那种 就全是这种类型的 就山歌小调啊 这种一般都会唱 但是具体哪一首是第一首 记不太清了 听说你小的时候 妈妈给你买过一个名歌的 一个盒带 可能今天看来这样一个盒带 不足为其平淡武器 可是对一个孩子的成长 可能就不太一样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 妈妈给我的第一盘磁带的专辑 就是谁不说玩家 像好那盘专辑 我还深刻地记得 这个专辑里面 有一些什么样的歌 比如像女儿歌 就是电影黄徒弟的 那个主题歌 赵几平老师写的 还有上河里的鸭子 下河里的鹅 就是偏山东陕北 这一代的这个风格的作品 我在想明歌可以这么好听 因为那时候对我们来说 它的编配啊 它的整体的这种表达方式 特别是这种声音的运用 是全新的 然后也是深深地打动我的 我就想我以后也要唱这样的歌 所以你后来去考异象 是你自己的决定 考异象是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呢也是要感谢我的亲人 我有一个表哥 在外面就是 见过很多世面吧 对 回老家听到我唱歌 那时候我很小 他说 他觉得我很有天赋 应该走职业道路 所以他就建议我去考 湖南省医生学校 那时候没有网络 没有这些 他就找了 十三岁多 准确的是 那爸妈妈怎么放心 十三岁的女孩 从一阳一个人跑到 长沙去考试 一个是我父母亲自己 就是很小就出来独立 自己去读书啊 当兵啊 我小时候也像个小男孩一样 狭小子 所以他们对我在这一方面 各方面的能力 还是比较放心的 然后我就自己去考了 考的时候 我给他们唱了一首歌 表演了一个诗朗诵 清元春雪 然后跳了一个舞 还没有伴奏袋 还自己边唱边跳的 老师觉得很可爱 也从里面看到了 你的天分 所以就当时告诉我 你可以参加 那个最后一轮的考试 我是想考声乐 学唱歌 当时的老师告诉我 你看我们画过戏 出了很多人才 像李古一啊 张也啊 这对我来说 是特别有营业吸引力的 然后包括沈伟啊 对 这些都是学戏曲出来的 我们戏曲对你来说 今后的学习 今后的成长太重要了 然后跟我一讲 我想是啊 而那年正好他也不招声乐 就招花鼓系 我就考了花鼓系 戏曲其实 对于一个年轻的孩子来说 学习是很艰苦的 对 所以我记得 那个青海路一直跟我讲 他直到现在 有的时候想起 小时候学戏曲的 那段艰苦的这个岁月 往往还是觉得很难受 很难受 就是因为太苦了 所以你小的时候 在学花鼓系 有没有这种特别不适应 训练当然是非常苦的 对于那么小的孩子来说 比如我们每天早上六点 要起来练功 腿功 湖南的尤其冬天特别冷嘛 湿冷湿冷 然后你根本就起不来 然后到了练功房 被经常打盹 你把腿压在那儿 老师他手里的那个 有时候是小木板 有时候那个小藤条 啪 就一鞭子就抽来了 再加上上午一上午的文化课 中午吃完午饭呢 下午一下午的那个专业课 唱腔啊 身段啊 表演啊 腿功 坦功啊 这些 晚上还要学习 一直到九点半 这是我们日常的生活 对于我们来说 我肯定觉得 我们还挺羡慕 别的专业的 我们说 哎呀 他们感觉好轻松的样子 我们每天练功练这么久 后来老师就说 我带你们去看看 我们省杂技团 是怎么练功的吧 我们去杂技团 看那么小的孩子 就练功 我觉得 我们到那都哭了 看了 回来我们就觉得 我们还挺轻松的 真是 我觉得老师的 这个教育方法不错 让你们去看一个 更加艰苦的训练的方式 是是是 所以所有的艺术 都是这样的 你没有经过艰苦的奋斗 没有经过艰苦的这种积累 长年累月的这种 要板凳坐的十年冷啊 才有台上那三分钟的绽放 你在花鼓戏学到的 那些基本功 对于后来你演歌剧 一定会带来很大的益处 对 因为中国的观众 对一个演员的 一个角色 她的认可 她是多方面的 她肯定是 不仅要神似 还得行似 其实你上台的时候 首演生法部 唱念做打舞 都得在这个角色里面 得到体现 她才会觉得 这个是我心目中的 这个角色 所以我特别感谢 学过戏曲 你一个人 从易阳到了长沙 后来又到北京 去考音乐学 一个年轻的女孩 是不是 戏里边有一种 动力始终在推动着 去考艺术学校的时候 我就想学唱歌 就像现在的话来说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对 对对对 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舞台 我觉得这个 我算是非常幸运的 就是在湖南的时候 在湖南艺术学校 待了四年 就学习戏曲 湖南花鼓戏 然后 艺术学校毕业 然后就考到了 中国音乐学院 我正式地学习 就我们在声歌系 声乐歌剧 包括我博士毕业 我就演唱了 大量的艺术歌曲 中外艺术歌曲 中外歌剧作品 然后系统地学习了 中国的唱法 西洋的美声唱法 我觉得 这些所有的营养 最后 才会塑造了今天的我 正是有了这个 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 这种营养的这种汲取 然后结合我们后来 在学院派的这种 科学的这种 训练方式 训练方法 我都接受了 所以在舞台上 我在用到各个角色 各个作品当中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我有那么多的 汲取了那么多的营养 所以我觉得 非常地感谢 这样的学习经历 可凡清廷下节预告 战士们看到 你去就特别亲切 平时只能电视上看 对 特别亲切 就像你自己 趴下姐姐 然后拉着你就不放手 对 可能其他 各说就没有这样的 一份独特的人生的经验 晚上你躺着呢 你听着那个 很大的浪 打着那个钢板的声音 你就感觉 船快裂了 我都跟颜老开玩笑 颜老说 我们真生死之教 作为军人的孩子 雷家自小就充满着一股韧劲 这不仅让她的求学之路 走得异常坚定 也使她快速适应了 严谨的部队生活 加入总政歌舞团之后 她开始有机会 走向祖国的大江南北 走进部队的兄弟姐妹 在履行军人职责的同时 也比别的艺术家 更多了一份 值得品味的人生经验 我听说你父亲也是军人出身 是 所以一般军人家庭出身的孩子 我觉得他们 都有一些独特的秉赋 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 这个父亲作为一个军人的形象 给你树立一个什么样的榜样 我觉得我父亲 对我的影响特别深 父亲是一个 在军队待了将近20年的 这样的一个军人 他是一个非常政治 非常善良的人 而且他从来不会说 一句漂亮话 更不会说假话 从来不会阿谀奉承 所以他那个 给我的这样的一个印象 就是我觉得军人 就应该像我爸爸那样 所以我在后来 大学毕业以后 我就义无反顾地 走进部队 对 这个从学校到这个部队 因为那种生活状态 完全不一样 部队有非常严格的 这个部队的这个纪律 作为一个学艺术的女孩子 当时会有一些不太适应吗 我觉得还好 就是虽然我是像假小子一样的 这些苦我都不怕吃 而且学过吸取就更是 对 我很信任和很依赖 像军队的这个大的集体 我父亲也非常信任 我妈妈就会有一些担心 她就觉得因为我也是 比较直的这种性格 不够圆融嘛 对 她就会怕我在这一方面吃亏 实际上我觉得在部队 一切都很好 而且我们单位也有这个 传帮带的这样的传统 那些前辈艺术家们 都对我特别的照顾 对我们这些年轻小辈 所以我在现在当了那个 行政职务以后 我觉得也要把这个 要传递下去 我们也要开始培养新的一代 作为一个军人来说 除了这个你要参加很多 国家的活动 电视台的活动 你要去下生活 下部队 去海岛边防 跟战士们一起 同吃同住 给他们演出 所以这个可能对于一个 部队的歌手来说 是一个独特的体验 可能其他歌手 就没有这样的一份 独特的人生的经验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 你去这个部队兵营 跟战士们在一起的 这种生活的片段 这一点也是我们 非常幸福的一点 虽然下部队也会 有时候条件非常艰苦 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相比其他的 艺术工作者 有更多的机会 深入基层 深入军营 能够体会到 在祖国的边防 在祖国的各个高山海岛 有我们的战士们 有这么样的 这么样一群年轻人 在守家为国 对 都是同样的青春年华 战士们是不是看到 你去就特别亲切 平时只能电视上看 对 特别亲切 就像你自己 他家姐姐 然后拉着你就不放手 然后你也想一遍一遍地 把各种歌唱给他们 把这种情感传递给他们 印象很深的 有很多次了 有一次 在2011年的时候 我跟颜文文老师 我们小分队去到了南海 去到了那个我们 南海的各个岛礁 去维维部队 演完了以后 因为海浪特别大 我们在 没有遇到过那么大的海浪 而且也是预估不足 我们乘坐的补给舰去的 那个时候条件还没有 现在那么好 你就感觉船上的所有的那些东西 都已经晃晃 两边在倒的 你已经顾不上了 我们睡在一个小的那种 旁边都有遮挡的 这样的一个床 然后我觉得旁边书桌上的书 什么 全搭到脸上 我也管不了 因为我觉得感觉 船要翻了 后来我跟颜老师说 我说你赶紧要把那个 救生衣得穿上 实际上穿上也没啥用 如果真翻船了的话 对 因为他还不会游泳 对 我们看着那海浪 浪涌啊 就这样涌过来的时候 哎呀 就是有时候 这还算是平静的时候 你在那个甲板上看到 晚上你躺着呢 你听着那个 很大的浪打的 那个钢板的声音 就感觉船快裂了 就是给自己的这种心理 我都跟颜老开玩笑 颜老师我们真生死之教 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 你想想我们只是去慰问的时候 感受一下 但是所有的官兵将士们 他们是常年累月的这种感受 我自己的亲哥哥 当然是我二白的孩子 他就在南海舰队 他就是一名舰长 他常年出海 常年在外面就感受这种生活 所以我在给我们所有的 这些士兵们唱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亲兄弟 在南海 在南沙的时候 有一个岛礁的一个战士 因为他执情 所以没有看到我们演出 就他一个人在一个执情点 我跟颜老师就到那儿去 就为他个人专门唱了一场 我跟颜老师一人都唱了几首歌给他 那个战友一直眼泪滑滑的 我们自己也眼泪滑滑的 其实特别不容易 他们也很难得看到我们一次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 用我们的歌声来鼓舞士气 能够给他们更多 李古一为何称他像年轻时的自己 他也是非常直率 敢抨击那些社会上的一些 不良的这种现象 他为何始终钟秦民族音乐 英哥他记录的就是我们的历史 记录的就是我们当时老百姓的心声 心情 他怎样用自己的方式守护民歌之魂 我们中国的年轻人 不是不喜欢民族音乐 是因为他们有可能还没有发现 自己有多喜欢 明晚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雷家专访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